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4年1月18号 周四晚上的7点15分 今天的四大指数是高开高走增量上行 昨天节目说过的 Wix的潘多拉磨盒已经被打开了 波动会增加 那么今天市场就开始自嗨起来了 沉寂了很久的股市 是又将开始新的征程 标普是已经做好了 打出新高的准备 这里我和大家补充一个 关于Wix出现的神秘买家 也是一个异常买卖 上个星期五 就是1月12号的时候 有买家以0.68美元的名义价格 买入了25万份 在2月14号 行权价为17的看涨期权 那么现在是在14的上方 还没有到17 那么这个买单 为什么说它异常呢 它是Wix期权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买入 就是一次性的最大的单笔买入25万份 那么2月14号 大家就拭目以待了 看看在14号之前 市场会不会发生一些什么 那么Wix这边会不会中途涨至时期 至少我认为现在它在上周五的这个开单 其实在本周的这几个交易日里边是已经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了 对吧 目前现在的价格其实已经跑出利润了 好 今天市场的台积电这边是发布了2024年的强劲指引之后 整个的半导体 我们看到今天费半这边是暴涨了超过3% 另外像市值权重股比方说苹果也是被美国银行调升了评级 另外就是债券继续被抛售 在标普的11个板块中后面会讲到关于台积电 还有苹果的问题 大家别着急 我先把一些基本数据给大家过一下 那么今天实际上在标普的11个板块中是有6个板块上涨 科技和通信板块领涨公共事业和房地产的跌幅最大 主要是因为今天的国债收益率这边又开始上行了 10年期国债这边 今天还是涨了不少 涨了0.84 债券也是继续被抛售 包括持仓的这只TLT今天跌到了94的下方 另外的一些消息是关于在国会方面 参议院和众议院是批准了政府临时拨款延长到3月份 防止政府部分关门 参议院今天的结果是77比18的投票结果决定延期 延长了本来是在1月19号和2月2号的最后期限 将资金还是目前保持在一个支出状态 一直到3月1号和8号 相当于又给大家腾出了更多时间去谈判 总共的谈判的金额目前是1.66万亿美元的支出协议 如果到时候3月份又通过了 那么会为政府提供资金一直到9月30号 然后到时候就去谈判下一轮的 其实今年这个拖拖拖都拖到了3月份 你离9月份就6个月了 这个也是一种策略 另外在经济数据方面咱们快速简单的过一下 今天的经济数据的初期失业又是出人意料 为什么说出人意料呢 它居然是降到了2022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从20.2万降到了18.7万 好于预期的20.7万 关键是为什么说它异常呢 这个值它超出了所有预测的最低值 因为现在的所有预测的最低值是19.5万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所有的经济学家和调查机构都错误预估了失业人数 这种情况其实咱们之前在最近的几年时间里面 陆陆续续看到这种非常异常的情况 就是市场完全测不准 你说经济学家没用吗 你说调研机构没用吗 以前都很有用对吧 忽然之间他们都像失去了准心一样 也不知道是他们失去了准心呢 还是当他们把子弹打出去的时候 这个靶子它作弊了对吧 靶子自个挪了 那你怎么打得准呢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一块是一个很异常的情况 你把这个四周的平均失业人数从20.8万人 一口气降到了20.3万人 另外在续请这边也下降到了180.6万人 低于预期的184.5万人 另外今天的美国新屋开工的年化这边是146万套 是下降了4.3% 从156下降4.3到了146万套 高于预期的142.6万套 那么当户住宅开工是下降了8.6% 到了102.7万 而拥有5套以及以上的单元的建筑开工是增长 7.5%到41.7万 建筑许可增加1.9%到149.5万 高于预期的148万 那说明目前的建筑业还是挺红火的 只能这么说还是挺红火的 1月份的还有一个是费城联储的制造业的指数 这个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指数是-10.6 -10.6 不及上次的-10.5相当于有所反弹 但是和预期比也是超出了一些 这个只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制造业这边从几个联储的制造业指数来讲 都是目前这么个状态都不是特别的零 另外今天的这个债券方面有10年期国债的拍卖 整体的情况要比昨天的20年期好太多了 10年期国债的拍卖是一共拍了180亿 得标利率是1.81% 投标倍数是2.62倍 然后是高于之前的2.32倍 还有平均的2.49倍 经销商这边指兜底买入了3.2% 低于平均的8% 说明10年期国债的需求确实要比20年期国债好得多 大家对于这种中期的锚定利率的这种10年期 还是比较乐观的看起来 对于更长期的认为不确定性更多 下手这边还是稍微的要谨慎一些 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个关于基金的流向问题 就是市场的其他的一些资金的一些流向 我们知道在货币市场基金里面是有很多的钱 最近货币市场基金是出现了一个月以来的 首次周禁流出 就是一周的禁流出 投资者说明在新年开始之后 已经开始重新再分配他们的投资组合 把部分的在货币基金里的钱拿出来 放到其他的市场 那么目前的总资产是从一周前的5.975万亿 下降了141亿美金到5.961万亿 另外还有就是散户这边买入基金 还是在买买买看起来有一部分的钱流出来之后 是开始加仓到了指数基金 或者其他的板块基金上 散户零售基金是流入买入了16亿 但是机构这边是逆势流出了158亿 散户机构在这个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的确切数字是157.7亿 就是接近158亿的一个大数 所以这一块出现了一点点分歧 另外还有就是截止到1月17号的当周的细分显示 政府基金主要是投资于像什么国债回购协议 还有机构债券的资产是降到了4.862万亿 减少了157亿 但是这些钱去了哪呢 投入了商业票据等更高风险的优质基金 这一块的资产是升了9.783亿美金 增加了9.783万亿增加了52亿 所以这个资金还是在新年的时候开始不断的在调仓 那么讲完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的和大家要讲的一些个股 也包括特斯拉台积电AMD还有苹果等等 特斯拉这边是我这个投机看起来有很大的概率要失败了 因为最近是利空频出 简直是挡到挡不住 特斯拉今天是不走寻常路 然后是去到了1.7的一个跌幅 特别是在大盘今天大涨的情况下 全是绿的就它一个是红的 非常的特立独行 标新立异对吧 最近的这个利空消息确实对于特斯拉的基本面来讲是严重的打击 除了不断的降价销售车辆降低了利润率之外 那么今天的欧洲的12月的电动车的销售数据也是非常的惨淡 引发了未来需求可能继续放缓的这么一个担忧 根据今天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发布的数据 整个12月欧洲的纯电动车的销量同比下降25% 新车销量下降4% 尽管2023年全电是增长的 但12月表现的非常差 那么新车的2023年的销量是增长14% 纯电汽车销量增长28% 而插电式的混动的汽车销量是基本保持持平的 那么目前在欧洲纯电和插电的销量 分别占所有车辆销售额的20%和8% 这个12月整个销售不好 大家就认为现在是不是欧洲的需求在放缓 那么只能靠中国和美国市场 看看能撑住电动车的销售增长了 这个对于整体市场的盘子来讲是一个担忧 说明2024年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份财报就特别特别重要了 看看前瞻怎么给 特斯拉的股价方面今天收盘价是跌破了212块钱的强制程 211.88我当时看到尾盘它会不会正好卡在这个地方 其实你说算卡住吧 中间有个什么几毛钱 几分钱的这个差距可以理解 盘后又小幅下跌 踩到了210块钱的这个位置上 这里目前特斯拉还存在一点点的继续反弹的希望 上周我投机的时候其实讲过 由于210块钱是期权的关键位置 因为当时没有212的 而且大量的未平仓的期权 其实都是集中在210块钱附近 但技术面其实是应该看212块钱的 中间差了2块钱 这里这么去理解 财报之前一旦跌破210块钱的主要期权的行权价 如果你想看到很大的反弹 那你就很难了很难去期待了 你就只能等待财报能不能给一些惊喜去推动 目前我是211和230的期权投机 是一个Vertical Spread 然后依旧还是一个持有状态 由于开仓的时候 其实像这种期权投机就是一个有限风险 目前的策略就是持有不动 因为在到期前我不用去操作什么 也不用现在去止损 不存在值不止损的问题 因为它已经是损失了大部分 所以不存在值不止损 没什么意义 因为还没有到期 那么其实这个是期权和正股的区别 期权的有一个时间概念 那么正股这边主要是看价位去卡点 至于你正股在投机的 回头你看到跌破了210块钱 那么就知道短期反弹就比较渺茫了 或者就算有反弹也就是在这下蹦跌 蹦跌不了太远 那你该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了 对吧 你该拨断的你想限制风险的就继续限制风险 就不想去承担它所谓的财报风险 那你就在之前你就快刀斩乱麻好吧 这是期权和正股的不一样 好 另外其他的个股方面台积电 台积电的四季度最终的确认财报出来了 上周发的是一个预览 台积电的四季度财报 给大家还是把数据简单的过一下 第四财季的净利润是同比下降 和去年同期相比是下降19% 这个是预期之中的 环比增长13% 这一块超出了市场预期 营收6255亿新台币 超出市场预期的6183亿 其中3纳米芯片表现非常的强眼 占季度晶圆收入的15% 那么智能手机的芯片是增长最快的类别 消费电子需求回暖 这里括号里是我补充的 这个也是今天大家看到半导体板块集体爆发的最大推手 因为我们说台积电是属于在产业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他说营收要增长然后非常的好 你想想肯定是别人下单下的多了 谁下单为什么要下多 那一定是需求有回暖才会下单下的更多 对不对 好 那么从利润率方面 毛利润率是53% 略高于52.9% 营业利润率是41.6% 略高于预期的40.9% 看一下前瞻 前瞻预计24年的收入增长至少是20% 是更广泛芯片市场增长率的两倍多 那么进入2024年一季度 预计业务将受到智能手机季节性的影响 但部分会被HPC等相关需求的持续影响所抵消 台积电预计一季度的营收会从四季度的192.6亿美元下降至180亿到188亿之间 但是过了一季度后面每个季度都会出现比较大的增长 其中高性能计算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 好我说一下对于台积电的一个看法 台积电的这只股票持有了很久很久 前单时间我看到评论区不断的有朋友在说台积电怎么不动 对吧 其他的股票都在动 他怎么不动 今天动了9个点 不知道大家还是否满意 这个地方跟大家之前更新的时候讲过一件事情 台积电首先从估值上来讲 我目前今天还是只给大家更新了24年的前单估值的情况 25年的数据还要调整一下 89到165 所以很明显低于90块钱的台积电 那么都是低估状态 而且后面还会加速成长 意味着现在台积电想跌回90下方 那很难看得到了 第二就是103到106.7的是属于技术面的右侧突破的上行 今天是一口气直接大家看到没有 跳过了这个地方 跳过了106.7 说明什么 强势 非常强势 那么现在台积电的远期看法 很简单 目前面临着一个强压力 113到121 一旦他能够去往121的上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历史高点是在139块钱 那么我会直接上看139级上方 会看他的前期高点 当然要过121块钱才行 过121块钱 否则这个地方暂时就是摩擦摩擦 以103到106.7为防守为止 不断向上摩擦缓慢的高点抬升 慢慢去吃掉上方的这个压力 最终打出一个新高来 所以继续持有继续持有这只股票 暂时我就不动了 目前我持仓是8% 成本在98块7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家公司AMD AMD其实今天台积电的财报大利好 AMD也成为赢家之一 因为台积电也为AMD代工 TSM的业绩增长 它和代工的需求肯定是息息相关的 我提醒一下这里 AMD的业绩肯定是后面还会不断的去上调的 也是肯定是不错的 但是从基本面和估值 我把它分成两方跟大家来讲一下 提醒一下AMD所存在的问题 AMD今天是已经打出了收盘价 是创下了历史最高价 对吧 之前的历史最高价是在这里 大概在160块钱附近 今天收盘价创了历史新高 它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首先技术面 由于它之前跟大家讲过在过了129之后 它的目标就是上看前高 只不过走的特别快 没用多久就走到前高去了 这个是确实有点没想到 这个新高达成之后 它其实技术面的部分目标 已经是完成了的 部分的投资者他会选择获利了结 而且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超买区域 由于这一轮的爬升 非常非常的快 就是这一轮大家看到 中间的筹码交易都没有怎么交易过 是属于非常松散的一种状态 它最近的支撑也在148块钱 到144块钱这个位置 现在多少钱 现在是162块钱 中间差不多差了10多块 将近20块了对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所以这里我提醒一下 由于这个支撑离的比较远 如果你是希望能做波段的 可以去考虑分批止盈一些对吧 底仓留着 你可以分批止盈一些 基本面上肯定是一个高估状态 即便后面上调 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讲的高估状态 大家做的什么 做的是二五年的业绩 照着那个目标去做的好吧 目前的卖方分析师 现在是继续看涨AMD Fact said里边有45名调查分析师 其中有32名都把AMD评级为买入 就是现在仍旧是买入状态 有13名是把它评为持有状态 一直还拿着 好吧 这是目前基本面大家非常的看涨 因为可以看到25年一个高速增长 24年25年往后的高速增长 对吧 你看24年增长满了42 25年可能更多 所以有潜力成为另外一个MDA 有潜力成为另外一个英伟达 大家希望炒他的 这个最好是你要实在不想动 你说这个十块二十块的无所谓 回踩就回踩无所谓 那你就拿着别动好吧 AMD是一只现在已经打出新高的股票 上方没有任何的压力 然后今天还有一家公司是苹果 我也把它说一说 苹果今天是被美国银行上调了评级 算法交易是推动进场 然后是涨了3% 这在最近的是比较罕见的 那么不过非常遗憾的是 还是要客观的讲 苹果要回到195的上方 才能够再次回到看涨的趋势上 否则它只是昙花一现 还得继续摩擦等待财报来做个定夺 好吧这是我对苹果短期股价的一个看法 就这样 不回到195的上方 仍旧是一个摩擦摩擦的状态 好来说一下关于指数 指数这边明天还有一个交易日 标普如果我们去看周线级别 你会发现上个星期是出现的是顶背离 如果明天我们说本周的收盘 能收到4783.83的上方 那么标普就会连续第二周的周线出现顶背离 反之如果收在4783.83的下方 那么这个背离就是无效的 还得继续多等一个星期 期限层面也提示一下 标普的put和保护 已经来到了三个月的最高点 持仓量也在持续的上行 那么纳指100的趋势是一致的 保护继续增加 持仓总量继续上行 是10月底以来的最高点 道指和罗素是正常的 这个地方是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不是让大家去做空 大家不要一听说保护 铺子多你就去做空 做空和获利保护和正国保护 完全是两件事情 所以这个位置代表什么 大家有一点开始恐高 恐高 因为你来到了三个月的顶峰值的时候 通常都预示着市场认为 随时都可能有适度的回调 然后希望能够保证用比较少的保护费 去保持住回调的这个利润 但是正国那边他也不想丢 暂时他也不想丢 是这么一个心态 所以也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位置如果你现在去做空 不明智 首先再次告诉大家 你说你现在马上打出高点 要不要做空 暂时还看不到 暂时还看不到 情绪还没到呢 位置还没到呢 而且这种在新高附近突破之后 上面没有压力的情况 你想想纳指道指都已经打出新高了 你让他们做空 他们下面那么多的支撑 你能空到多少呢 你不如等待他即便有机会回调 去回踩做多 你是不是胜率要更高一些 你何必一定要做空呢 我曾经在这个会员节目里 和大家讲过一个关于做空 他到底能不能挣钱的 对吧 讲过很多里面的一些内在的一些逻辑 所以大家投机归投机 波段归波段 有的能做 有的怎么看着 好不好 所以我之前说12月 如果标本能打出新高来 我会尝试作为做空的条件之一 但现在我没有继续再去更新 我要怎么去做空 在哪里怎么做空 那个是12月份的事情 现在已经到了1月份了 好吧 所以大家不要说 还问我 再打到多少点 然后我会去做空 我暂时没有这个想法 好吧 后面如果有 我会跟大家再及时的 提前沟通一下 暂时我看不到这个情绪 好 这个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 关于市场的一些 零零散散的消息总结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持续不断的点赞 评论转发 希望大家随手点点赞 希望最近如果标普打出新高 大家账户都能够节节高 感谢大家 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